我們常常以為我們眼看的東西是真實的 不過往往剛剛相反 我們眼所看到的東西是短暫的 真實永恆的價值的東西是要用我們的心靈去看的 譬如我們見到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很有地位 有很多人很有錢 不過我們忘記了這些地位這些錢都是很快就會過去的 我們有時要用心靈然後我們才看到一個人他是一個好人 這個好人才能夠幫助他將來有一日去見天主的時候 而且仍然能夠受到天主的欣賞和戰納的 今天我們所聽到的剛剛剛才那篇聖經 有一件事我們是大家很少注意的 就是耶穌祂所坐的不是高頭大馬 而是一隻武爐一隻爐區 一隻小小的一隻爐區 耶穌祂要叫人帶這隻爐區來 就是因為主想要運輸他 我們都是我們在世界上有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我們跟從天主 我們是需要爭取很多世界上的物質 我們的地位我們的學問 但天主所要的就是我們的心靈 因此今天聖經裡面說耶穌願意解開一隻爐區 來給祂用 使祂能夠進入耶路撒冷城 而不是一頭高頭大馬 我們自己要問一下我們自己 當我們願意跟從耶穌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都願意好像一隻武爐 一隻小爐區那樣 願意猶順地跟從主耶穌基督呢 這就是耶穌希望我們能夠時常學習祂的 能夠在跟從祂的時候 能夠時常以一種謙卑的和順的態度來跟從祂 四巡期到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們這個星期開始就是進入我們的虎難聖州 在虎難聖州裡面 我們更加清楚見到耶穌是怎樣願意犧牲他自己 使得能夠救贖我們 只因爲一件事就是耶穌知道祂的天父是幾頓愛我們 如果祂知道天父愛我們 是不惜所有一切都願意犧牲來愛我們 於是耶穌祂能夠做到的就是好像祂天父所做的一件事 不惜犧牲到自己的生命來救贖我們 所以讓我們能夠時常感念天主這份大愛 在我們平日的卑微的生活裡面 時常願意跟從主 我們才是真正屬於主的人 現在讓我們大家一齊 平昌 本來是